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3月18日 欢迎收看港湾播报 我是Cherry 联邦政府将于3月19日出台大选前的最后一个预算 预期政府会派堂争取选票 加拿大经济在去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表现相当好 目前的就业数字仍强劲 枫叶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佩洛特表示 去年政府收入超出预期 估计政府在考虑这次预算的开支时 有比去年11月份预计收入时多出50亿加元的资金作为后盾 但是在2018年最后三个月经济增长突然减速 使今年的经济前景变得暗淡 加拿大央行上周预测 2019年上半年加拿大经济表现软弱 比之前预测的短暂下滑更悲观 自由党内部刚经历了一场巨变 围绕蓝万林公司刑事诉案的丑闻 已导致两名政府内阁部长辞职 自由党的民意支持率大幅下降 目前国会司法委员会和联邦操守专员仍在调查此事 现在无疑是自由党政府最需要争取民意支持的时候 不过自由党过去三年采用了高开支的政策 虽然经济表现好 丹安政府去年11月估计2018-19年度有181亿元赤字 随后两年的赤字分别为196亿元和181亿元 经济好带来的税收盈余会鼓励政府多花钱 但赤字高显然是对吸引选票不利的因素 加上未来经济预测不佳 自由党政府会如何花钱 周二会知道细节 加拿大社会现在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是住房承担力恶化 估计这次预算会有相关的应对政策 据环球新闻报道 行业团体提出的解决方案之一 是允许首次购房者还清贷款的时间 延长至30年 目前首付在房价20%或以上的人 已经可以选择30年还款 但首付较低的人还款期不能超过25年 另一项措施可能是 是增加首次购房者提款金额 即允许首次购房者从注册退休储蓄计划 RSP拿出更多的钱买房 目前允许每人从自己的注册退休储蓄计划 拿出2.5万元 需要在15年内还清 该政策自2009年以来一直没有变 另一个可能获得改善的长者政策 是最低收入保证金 政府目前开始减少保证金金额的 个人收入门槛是18,240元 这个门槛可能会获调高 加拿大面临技术工人短缺问题 行业预测是 到2021年全国将有22万个 技工职位找不到人 有行家认为 政府可能会通过扩大税收抵免 来支持相关的培训计划 同时也可能会增加对学徒培训计划的补贴 药物政策也是预算的主题之一 财长墨牛已经表示 这次预算将应对处方要成本的问题 但是具体怎么做还没有细节 政府有了更多的收入 但是要面对未来经济走缓 环球邮报称 一些行家认为 政府可能会以需要刺激经济为由 增加开支 枫叶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佩罗特表示 目前的局势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政治挑战 与经济不确定性的混合物 特鲁多政府在政治上显然比6个月前更困难 他们可能会在预算方面 寻找能够增加当选的机会的东西 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申费尔德表示目前对政府来说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 估计自由党政府会增加开支 最近的经济低迷只会给这次预算增加一个派堂的理由 日前近百名英国中国留学生的银行账户 因涉嫌洗钱被冻结 该事件引起了媒体的普遍关注 无独有偶 全段时间西班牙也发生了大量中国公民账户 无法正常使用的情况 包括限制使用贵源机 禁止国际汇款冻结账户 甚至要求关闭账户等 据有关驻外使馆了解 部分留学生账户被冻结的罪魁祸首 可能是私下换汇 或者帮助别人换汇 有关账户因异常遭到当地警方怀疑 涉嫌洗钱而被冻结调查 长期以来因汇率更优惠 换汇门槛低 包括留学生在内的海外中国公民 私下换汇习以为常 但是却往往忽视了这背后的风险 给自己在当地的学习 工作和生活造成负面影响 去年以来 中国驻英国 俄罗斯 加拿大 澳大利亚 韩国等使领馆多次发布提醒 承接到中国公民求助反应遭遇换汇诈骗 诈骗分子往往以优惠换汇为诱儿 对受害人进行诈骗 受害人多通过朋友推荐认识诈骗分子 在微信群中与对方联系 轻信对方发来的银行转账截图 导致上当受骗 遭受经济损失 此下换汇最大的隐患在于 无法保证对方资金来源合法性 一轮为洗钱链条的一环 在各国对加大对洗钱案件查处打击力度的背景下 犯罪团伙利用留学生来实施洗钱活动 语见不鲜 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不断打击 包括洗钱债的金融犯罪活动的力度 如银行账户使用较随意 资金往来频繁 就极易引起当地银行监管部门的警惕 如被调查人员无法证明 账户资金来源的合法性 可能面临钱款被没收 罚款 行政处罚等 甚至陷入刑事犯罪诉讼当中 直接影响在当地的求学 就业 征信 签证申请等 根据2008年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 私自买卖外汇 变相买卖外汇 倒卖 盗卖外汇 或非法介绍买卖外汇数额较大的 由外汇管理机关予以警告 没收违法所得 处违法罚金30%以下的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019年2月1日生效的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 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对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 非法买卖外汇的违法行为 做出了更详细 更严格的解释 其中明确规定 实施倒卖 盗卖外汇 或者变相买卖外汇等 非法买卖外汇行为 扰乱金融市场秩序 情节严重的 依照刑法第225条第4项的规定 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从中国有关法律法规中 不难看出 如海外中国公民私下换汇 无论是通过银行转账 支付宝还是微信等平台 还是当面交易 均涉嫌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 非法买卖外汇的行为 达到一定数额 构成非法经营罪 或将面临罚款 拘役 5年以下有期徒刑 甚至更严重的刑事处罚 外交部领事司提醒海外中国公民 进一步提高防范意识 采取有针对性措施 规避有关洗钱风险 一是务必通过正规合法渠道换汇 二是在帮他人代购 置业等行为中 如涉及大笔资金 应事前要求对方提供 证明其资金来源合法性的证据 三是如账户被冻结 请积极配合调查 与银行等有关方面保持沟通 依法理性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四是中国驻外使领馆 将在职责范围内 积极协助海外中国公民 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 但也不会包庇任何违法犯罪行为 大温房市的惨淡可是重坏了卖家们 但如果只是卖家少房源多 房主们还可以把房子 窜在手里生生值 然而半路杀出了投机空置税 房主们不仅每个月要还贷款 还得要交一大笔税 真的是有股说不出 最后逼的房主们 前有建租豪宅城堡 后有降价 纷纷想办法找出路 CTV News就报道了 这样一栋豪宅 原价600万的UBC学区房 经过了两次价价 现在只需300多万就能入手 豪宅位于温哥华的Chartkov Street 属于大名鼎鼎的丹布尔豪宅区 离华为公主孟晚舟的温西豪宅 只有一街之隔 步行距离210米 至于推特某博主爆料 这栋房子的卖家是华人 2018年4月以606万买入 今年1月的BC省估值为554.6万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房主在买入短短8个月的时间后 就于去年12月以599万挂牌 虽然和卖入价相比 算是割了一小块肉 但当时的挂牌价比估价高一些 也算是物有所值了 结果到了今年2月份 大概是急于出手 房主将挂牌价降到了468万 仅仅一个月后 就一刀子下去再降70多万 直接到了300万军团 比估值还便宜了100多万 但是仔细看看这个房子 2012年建成六房七位 建筑面积4600多平方尺 土地面积更是有近6600平方尺 不仅数据上没问题 在看了内部的装潢后 甚至还有点动心 宽敞大气的客厅里 摆设着华人喜爱的屏风和紫水晶石 厨房区域单独的分割开来 属于半开放式 对于华人来说 做一些油烟大的菜也不用担心 家具基本都是欧式 奢华上档次 还有专门的影音室 虽然从外表看上去不大 但是私密的围墙里 有足够的院落空间 闲下来的时候 可以和家人朋友享受一餐烧烤 最最重要的是 在房屋的描述中 这栋豪宅还是各大中小学名校的学区房 从realtor.ca网站上可以看出 在这套房子周围的豪宅 很多都以200到400万之间的价格出售 经济学家Tom Davoff在接受CTV采访时表示 大温房地产市场里受打击最严重的 就是这个价位的房屋 尽管之前有数据表明 大温豪宅市场跌幅约为7.1% 但实际上有更多的人在降价卖房 豪宅市场的降幅也远不止这个数 尤其是独立屋的交易 更是奏向了50%以上 对于温哥华的豪宅业主们 除了有BC省投机与空置税的压力 还顶着温哥华市空置税 温哥华短租房强制许可等多项政策 所以才造成了现在这样的市场反应 有了充裕的好房源 合适的价格再加上一片向好的降息政策 不得不说很让人心动 不过冲动投资还是使不得 希望各位都能在风雨飘摇的房市中 完成最划算的交易 列治文的一家快递公司正试图将 无人驾驶汽车引入送货车队 这家叫做Novax Delivery Solutions的快递公司表示 公司会采用混合动力和全电动汽车 在低路平原地区提供当日送达服务 并宣称公司车退的碳排放量 比任何其他快递公司都要少 目前他们正在对特斯拉的Model 3的 自动驾驶功能进行试验 看看是否能够做到真正的无司机驾驶 该公司表示 他们的司机在送货时有7%的时间浪费在寻找车位 如果这项实验可以用在现实中 那么司机在下车送货的同时 车辆可以自己在街区内绕行 免去了停车的麻烦 虽然该公司一直在秘密测试这项技术 但是司机仍然坐在驾驶室 以便随时接受汽车 防止遇到危险 BC省目前的法律规定 不允许无人汽车上路 但交通部表示说 他们在密切留意无人驾驶技术的发展 同时正在商讨未来无人驾驶汽车 在保险政策上的监管要求 而目前影响无人车辆上路的最大因素 则是道路基础建设 加拿大东海岸地区最大的一间儿童医院发警告称 由于务实大麻产品而中毒的儿童大幅增加 家长们需要引起注意 据家通社报道 位于哈里法克斯医院的IWK Health Center称 该院中毒中心接到大麻中毒热线电话 已经增加了三倍 同时加拿大全国各地的中毒中心也都报告称 自从去年10月大麻合法化以来 务实大麻零食的报告明显增加 尤其是12岁及以下儿童 医院方面指出 这些大麻零食外表看上去 与儿童喜爱的普通零食没有什么区别 儿童无法分辨哪一种不含大麻 哪一种含大麻 为此医院提醒家长们做好防范措施 目前没有关于大麻食品的安全存放规定 如包装和标识上提醒儿童远离等 因为家长们要将所有大麻食品放在上锁的地方 避免让儿童接触到 目前大麻零食在加拿大人是非法的 但是即将在今年的10月合法化 IWK医院指出 所有大麻食品应该有清楚的标记 存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 同时成人或家长不应该在儿童面前吸食大麻 该院中毒中心的负责人指出 儿童对于大麻中有效成分的效用更加敏感 一旦有儿童服食了可制毒的足量大麻或尼古丁 会出现极度困倦等症状 以上是今天的港湾播报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